婚丈夫心积深 婚后竟然将妻子玩弄于股掌之间 不仅逼妻子交出她的个人财产 甚至还要将生意转交给自己的儿子 这简直让人匪夷所思 女子以为自己遇到了真爱 没想到丈夫却是冲着自己的财产来的 这令女子难以置信 无论如何也不肯接受这样的事实 可丈夫接下来的做法 让妻子直接怒骂 厚颜无耻 去年年前的时候 我老公突然提出一个想法 他说的 明年这个样子 我给你乘50万的定期 然后我们俩搬到外面去住 然后这个生意就有儿子 就他的儿子来管这个生意 我们两个人就帮他儿子跑跑后 然后这生意就是他儿子的了 那么这个是我最不能接受的 画面中十分愤怒的女子是房女士 一旁颇有心机的男子是孙先生 据了解四年前 房女士与孙先生在朋友聚会上线后 擦出爱的火花 同样经历过婚姻失败 并各自抚养一个儿子的他们 在相互了解后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房女士觉得孙先生是个可依靠的伴侣 而且他对他的儿子关爱有加 短短三个月后 孙先生毅然辞去公务员职位 奔赴杭州 与房女士携手生活 并助力他的服装生意 然而 在房女士沉浸于幸福之际 孙先生的一个提议 却让他心生疑虑 房女士开始怀疑 孙先生与他结婚 或许并非处于真爱 而是别有用心 原来 婚后不久 孙先生便提出 将房女士辛苦打拼的服装产业 转交给他的儿子 然后两人退隐回乡 安详晚年 听闻孙先生的建议 房女士愤怒至极 自己一手打造的事业 就连亲生儿子都未有过非分之想 而新婚不久的孙先生 却企图将他的服装产业 转交给他儿子 这贪婪的企图令人不耻 此事之后 房女士与孙先生之间关系出现裂痕 他坚信 孙先生并非因感情而娶她 而是冲着她的财产而来 主持人此时发话了 主持人向孙先生询问 为何他建议房女士 将生意交给他的儿子管理 孙先生回应称 他并非强迫 只是提出了一个建议 若妻子不同意 他也不会强求 出乎意料的是 房女士在经过考虑后 竟然同意了这一提议 房女士听完孙先生的解释后 愤怒不已 直斥其无耻 他坚决否认 曾自愿将生意转交 称自己也有儿子 怎会轻易让出 他透露 在拒绝孙先生的提议后 遭到了持续的冷暴力 为了家庭和睦 他最终无奈妥协 然而 生意交出后 孙先生和他的儿子 却立刻变脸 完全不念旧情 房女士坦言 他将一生心血 创建的生意 交予孙先生的儿子管理 然而对方 却对他心存戒备 这让他深感愤怒 他无法理解 自己全心全意地 对待他们父子 却换来了他们的忘恩负义 更令他难以接受的是 当他因气愤而离家时 孙先生不但为家安慰 反而无端指责他 孙先生的这种态度 让他惊恶不已 未经询问 便肆意谩骂 他无法忍受这种对待 于是愤然离去 随后 孙先生甚至打电话 要求他另寻住处搬离 房女士对此愤怒至极 他曾将孙先生 及其儿子视为家人 却没想到 他们会如此对待自己 房女士当时便怀疑 孙先生是利用他的感情 来为儿子铺路 于是他坚决表示 要收回自己的生意 并提出与孙先生平分家产 但强调 公司是他与弟弟 共同创办 属于他的婚前财产 不能与孙先生分享 主持人随即提出疑问 询问两人 婚后是否真正感受到了 一家人的温暖 房女士坦言自嫁给孙先生后 他从未有过一家人的感觉 反而觉得 孙先生一直在算计他 孙先生则愤怒反驳 指责房女士一直强调 他是为了儿子 难道他婚后 就没有为房女士考虑过 付出过吗 现场夫妻二人的争吵 愈发激烈 此时 主持人建议电话 连线孙先生的儿子 以了解他对父母争执的看法 房女士对你好不好 当初对我还不错 就现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对房女士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我们还是一家人嘛 他也做过我的阿姨 也是长辈 所以呢 我对他 总体的感 总体的态度呢 还是 还是可以的 孙先生的儿子小孙坦言 在房女士与父亲结婚之处 他感受到了一种家庭重归完整的温暖 房女士对他的关爱 也让他倍感温馨 关于父母间的矛盾 小孙表示 他一直视父亲为完美榜样 但父亲性格确实有些固执 认定的事情往往难以改变 他希望父亲能调整自己的脾气 对于房女士 小孙觉得他有时想得过多 希望他能更放心地与父亲共度生活 他还提到 父母辛苦了一辈子 现在应该享受生活 不必再为子女过度操劳 小孙明确表示 他不愿做向父母打拼的成果 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创造美好生活 因此他希望 父母能给予他更多独立的空间 显然 小孙是个非常懂事的孩子 房女士也称赞孩子很优秀 并指出 一切都是孙先生 自己在积极争取 屏幕前的你 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